英文文盛 真的很开心啊 就是觉得 算是民族企业的一种胜利吧 虽然只是被保释 但是希望 对于华为的这些制裁什么 都可以去 因为要最重要的就是国际公平竞争 如果单分只限制中国的话 我觉得那就不是很公平 我觉得的话 与这个孟晚舟的 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关系 也是对加拿大政府的一种宣誓吧 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嘛 也不可能说是吧 中国就坐以待毙啊 就任凭他们去对中国的一些公民 做一些有的没的一些指控 那也挺不可思议啊 我也不知道这位外交官 就是前外交官 他到底是犯了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只是得到的一个信息 是被拘留 但是他犯了什么事情 没有任何信息了 这就是还是信息不太透明 我感觉这些东西 就是你抓人家得有一个 你得有一个原因啊 对吧 对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